我说明 干死了都不是宽家 很早都干死了一次又涨钱又干了吧 通过这一次水稻种植的经验 这次经历的话 让我也对于水稻的生育期也有一些了解了 这样对我以后学习专业课有很大的帮助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